謝謝主席 今天是關於衛福部的預算的解凍案 這個我們後面在做什麼 我們現在開會期間 如果有什麼事情請到外面去溝通好不好 我們維持我們這個議場的市區好不好 等一下我先處理一下 我們有什麼討論的事項請到會外好不好 本席已經唱了兩次了 請議場秩序處理一下好不好 我想我們討論還是可以繼續 但是請維持我們會內的一個次序 可以我們外面還有很多空間 可以提供各界使用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很抱歉 耽誤了毛衛美委員的這個質詢 我們請最部長 好謝謝主席 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這個今天是處理解凍案 那本席這邊 去年提出來的很關心的一個議題 就是關於這個自殺防治的議題 特別是最近我們看到新聞 有一個人他報案 就是119跟110 然後這個推脫有11通的求救電話 然後都沒有處理 我想這個案件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推脫下來 其實又失去一條人命 這個讓人家看起來 其實是非常的惋惜的事情 那就讓本席想到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從119、110 到我們整個自殺防治 我們到底我們的橫向的聯繫 是怎麼做的 你看連前端的119、110 大家最常打的電話 可能都會有這種推脫 而導致失去生命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自殺防治的求助電話 我們會不會同樣有類似這樣子 就是因為誤判、輕忽 而導致應該可以去協助到當事人 而我們沒有協助到 目前我們整個自殺防治的工作 這個部分 本席在上次的這個預算案裡面 我其實也提到 凍結的理由就是說 你們這個再自殺率 其實還是非常的高 降不下來 沒有降下來 甚至今年以來 我們這個國人死亡的十大原因 自殺又跑進來了 在國人十大死亡原因之內 那面對這樣一個情況 我不曉得 我們這個衛福部 現在已經把我們的衛生跟福利 已經整合在一起了 未來這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去強化 我們要怎麼去做 是 那麼目前我們已經成立 心理健康跟口腔師 那麼這個師的成立以後呢 這個業務呢 大部分都移撥到這個師 所以我想對於紅象整合啊 會應該會更好 那我想對於再自殺率的問題 我請陳司長來回答 好 這個司長是不是 是 可以講一下 委員好 大家好 那剛剛委員提到說 自殺死亡率其實一直都在 最近幾年都在十名外 那去年也是十名外 那在自殺率是去年有比較高 不過今年的話 我們就是有做 請自殺防治中心是去對 所以你的數字還是在十名外 十名外的 那今年呢 今年一百零二年的資料還沒有 可是我們今年一百零二年一到六月的一個死亡人數 一五二一 比去年一到六月死亡人數二零一而少了四百九十一 中期比較上半年是有少的 對 少的 是 那我們對自殺 比較高的縣市 就是會去 我們有去輔導 那另外有關 生命線部分 我們有委託生命線 辦理全國的自殺的一個專線 那剛剛提到119跟 110 110是 這是在警察的這部分 我知道 但是他們有一些 如果涉及到是自殺的案件 是 他們後續是不是也會把這樣的個案 在交友自殺防治中心 做後續的關懷跟處理 應該要通報到各個地方的衛生局 然後我們衛生局都有各個地方都有自殺防治中心 會去管理這些個案 所以你們跟他們的這個橫向網絡的聯繫怎麼樣 我們要加強 謝謝 所以這個部分過去是比較弱的對不對 過去是 其實警察都有通報 不會說弱 就是那個個案怎麼發生的話 我們這部分要去好好的了解 那另外一個 本期上次提到 就是說 30天的再自殺率 居高不下 沒有改善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我並沒有很清楚的看到 你們要怎麼針對這樣的一個現象去做改善 好 這個部分 就像剛剛部長講的 其實已經成立這樣的一個私了 那未來你們這個部分 那未來你們這個部分要怎麼做呢 好 30天內在自殺的死亡率 其實 98年是4.4 99年是4.0 100年是3.9 那101年是升高了 那我們針對這部分有定了一個手冊 另外就是針對比較高的一些縣市 我們特別是去了解 那你們目前了解的情況是怎麼樣 目前了解的是 我們有去了花蓮跟雲林這幾個縣市 會自殺死亡比較高的是 因為是農藥 有些農藥的一個 怎麼 農藥的縣市 他可以拿到 究竟拿到農藥 然後就 喝一口就會死掉這樣 那這部分我們也有跟農委會 開了兩次的會議 針對說農藥的一個管制 如何在未來的幾年 然後對那種巴拉義這部分 好好的一個管制 對你講的這一個是說他外在的物品 他很容易取責 但這只是外在的因素 我的意思是說 針對這種會在自殺的人 他可能有多重的一些困難跟問題 他沒有獲得有效的解決 那就你們所理解的 這一些人 到底他遭遇到的是什麼樣的問題 你們沒有針對這樣的個案 去做一些資料統計的分析 是屬於哪一類型的問題 比如說是經濟的議題 是婚姻的問題 還是說他心裡長期的困擾 他沒有定期的服藥 他也沒有得到一個好的治療跟處遇 所以導致他這個問題 根本問題根本沒有處理 所以他有在自殺的念頭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你們其實應該要好好的去看 另外的就是去看到說 那我今天政府提出來的對策跟方案 我到底有沒有針對這一些 這一些問題對症下藥 特別是過去如果可能自殺防治中心 是在我們的衛生部門 那針對他家庭裡面 有一些家人關係的處理 不見得你們會很到位 但現在其實已經是衛生福利是一體了 就是說到底衛生這邊看到的問題跟狀況 如果有一些是需要設政單位來支援的 你們會怎麼做 那同樣的有一些是你們本身就該做 而沒有做的 那這個部分你們要怎麼去強化 因為在今天的報告裡面 你們提到的我覺得非常的簡短 其實都沒有看到你們這一些的處遇方法 你可以不要補充 報告委員 就是我們針對自殺死亡 30天內在自殺高的縣市 我們有委託自殺防治中心 就是去分析到底什麼原因造成的 剛委員提到說 不管是經濟啊家庭啊 還有感情等等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未來 我們目前會跟家庭署 所謂的高關懷個案的一個家庭 我們會一起的努力去關心這些這些家庭 就是這個部分會納為你們未來 要繼續去做的一個目標 是 好我想現在真的現在人壓力非常的大 自殺的議題呢 現在既然已經成立這樣新的一個心理健康司 應該是要好好正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而且提出有效的處遇的方法 而且我也期待司長 你應該要去檢視 到底過去整個自殺防治中心 有哪一些地方 它其實根本就是沒有做好 沒有做到位的 那這個部分也應該現在有專門這個司成立了 要好好去加以改善 好不好 謝謝委員指導 謝謝 那這個是關於自殺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關於這個兒童醫院的部分 本席在上次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關於這個兒童醫院的設立 那很高興看到我們這個衛福部 其實是很快的有一些回應 而且之前也訂定的辦法 那就本席的立場 我覺得兒童醫院的成立 也不應該太腐爛 就是說如果你的標準過於寬鬆 不像兒童醫院的 你就讓他就是掛一個牌 叫兒童醫院 本席也覺得這是不適當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兒童相關疾病的研究 兒童相關疾病的研究 本席認為其實現在 包括我們看到國衛院 他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研究中心 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到底對於這樣子的 一個兒童疾病的研究 我們未來是要怎麼做 我們是會加諸在這一些 兒童醫院 就是讓他是變成是 兒童醫學中心的屬性 而且他帶有這個研究的功能來做呢 還是你將來要放在國衛院裡面 到底現在部裡面有沒有一個 明確的做法跟想法 首先講到兒童醫院 兒童醫院因為在美國已經證實 這種集中式的這種治療 或者是處置呢 對兒童是絕對是有好處的 而且他的最後的結果也比較好 這個已經經過證實了 所以在美國已經有200多家的兒童醫院 在日本也將近500家 所以我們這裡也成立 但是我們會很注意到 可以避免太腐爛 對這個我想我們會嚴格的把關 至於兒童相關疾病的研究呢 剛去年在上會期 那個委員也有特別建議 那我想我們會已經在朝這個方向 在努力 那是不是先請國衛院 我們龔院長來了 我先請他回答一下兒童的研究 好 這個院長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們關於現在這個現有的經費下面 我們群建所已經成立了一個 就是關於兒童 國家兒童 研究兒童 健康的一個 一個組 將來可能會變成中心 但是現在是一步一步的階段 現在只是一個組嗎 對不對 有多少人 現在是組裡面 因為現在是沒有經費之前 我們現在是組 但是我們已經在調動人 在做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已經有這個 怎麼講 的resource 就是我們 human resource 來做這方面 那至於在苗栗方面 我們跟 那個 祖密 請你 就是在苗栗 我們在跟兒童 好 苗栗醫院的部分 我們已經跟屬立苗栗醫院共同形成一個很好的計畫 那怎麼樣在在屬立苗栗醫院當中去整合他的資源 那麼展開對這個苗栗地區的這個服務 那這個計畫已經報到 報到鼠 現在在審查 他審查過了以後 我們就馬上會展開 那國務院的部分除了幫忙建立這個體系之外 我們也 一方面進行他的這個所有的執行成效的這個研究跟監控 要讓這個計畫做得更好 以上報告 謝謝 所以苗栗這個計畫跟國務院的關係是什麼 跟部裡面的關係是什麼 是 國務院跟這個屬立苗栗醫院跟我們的醫管會三方大家共同形成一個合作的單位 那麼準備要在苗栗做一些實證的研究跟實證的這個服務提供 那我們做實證的研究 未來讓部裡頭在發展這個兒童醫院等等的政策的時候 能夠更加得到支持 以上報告 謝謝 至於台大到那個兒童研究中心 我已經請林次長在互相再做這個另一步深入的研究 那將來要怎麼設立我們會再跟委員報告 好 我想這個部分整個兒童疾病的研究對兒童的健康 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不能忽略 特別現在是少子化 每一個孩子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 他們將來都是國家的棟梁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